唉 头发太多了 给他自己干比较好了 刚好赖慧讲说他最近出一个新的产品 不如看一下咯 很漂亮哦 上一期我们有谈到关于湿气 到底湿气是怎样来的 有一句话叫做 韩气待久了就会变成湿气 什么意思咧 今天你拿着一瓶冷水 如果你刚刚从冰箱拿出来 它是完全没有水足 完全没有水气 完全没有湿气 完全没有湿气的 可是你放在太阳底下 过了一下子 你会开始看到你的桌子 开始有很多的水跑出来了 对不对 寒久生死 所以你要避开湿气 你一定要减少寒气侵入到身体里面 可能是食物 重点是环境 很多人很不经意的做这样子的东西 哎呀我头发太多了 我吹吹很久 我给它自然干就好 我很忙 我要去看Netflix 我要去看电影 如果你去想一下 我们身体的表层 哪一个部分的毛孔是最大的 你看一下我们的手的汗毛 它是多么的细 你看一下我们头发 它是多么的粗 所以我们头皮上面的毛囊跟毛孔 一定是比我们其他的皮肤更 红了对不对 意思就代表今天有寒气的话 它一定从最大的孔里面进去 就是从头皮进去 你不觉得很很很很讽刺吗 你从了凉过后 你的身体全部擦到干干净净 毛孔小的你擦干净 结果你的头发 反而不要弄干哦 这样你的寒气不是全部 进到了你的头皮里面吗 正常吗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 可能到了20多岁 经期就停了的 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她不懂得去控制寒气 侵入身体里面的问题 而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来的 所以每一次 洗了头过后 一定要马上吹干 这个是以前阿嬷跟你讲的 现在你一样跟年轻人跟你讲 吹干的方式又有很多种 那我建议 有些时候你在吹头发的时候 你拿着一个梳子 你可以用力稍微梳一下你的经络 我们有我们的督脉 我们有我们的膀胱经 我们有我们的胆经 那这些东西 膀胱经可以帮你排毒 胆经可以帮助增加消化 而这些就是需要 制造好气血的前提 增加阳气的前提 除去湿气的前提 所以我希望今天让你们了解到 不要再做这个东西了 不要再做这个东西了 感谢观看